開朗的笑容 搞笑自然的風格 迷到以票粉絲 讓簡單女神紹婷 在網路上擁有超高的人氣 因為罹患妥瑞士症 在節目上臉部常會不時收觸 還曾為此暫時自調及吃飽 但儘管如此 紹婷仍然樂觀面對病情 我很小的時候我就接受妥瑞症 小時候有看醫生 然後就透過醫生更了解說 其實我完全接受 公開表示早在幼稚園就罹患妥瑞士症 樂觀的紹婷選擇接受 但儘管早就告訴觀眾病況 但卻還是有網友 在她臉書上留言說 嘴巴 眼睛不停抽動 看得好累 一個漂亮的女生 怎麼會這麼不自然 引發不少網友替紹婷打抱不平 紛紛替偶像加油 不過紹婷本人面對網友的批評 並沒有生氣 直接在臉書上回應說 我有妥瑞士症 很抱歉 讓你覺得不自然 在剛開始進演藝圈 的確會有擔心 會不會影響到 會不會大家可能會覺得很奇怪 其實這個網友並不是第一個 這樣對她的人 但她也坦言 只要對方是有禮貌的問 自己都願意說 但希望大家在質疑批評前 可以先上網查 到底什麼是妥瑞症 少婷勇敢面對自己的病情 樂觀開朗的個性 也贏得大批粉絲的讚賞 記者宋長一 台北報導